政大音乐节团队在11号到15号之间在四维堂前举办漂流性活动 让参加者写下自己的烦恼放入评中 并回应他人的烦恼 政大音乐节团队活动组组长杨燕荣说 自己的想法可能跟这个社会生活周遭大多数人不相同的时候 他们可能平常不敢讲出来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活动是匿名的 所以我们就是提供一个可以接纳各种各样声音跟想法的地方 参与活动的法律系学生叶冠宇表示 因为当我把我的烦恼跟我熟人讲的时候 其实我还是会担心说他会有怎么样的眼光看我 所以我可能没办法讲那么透彻 但跟陌生人讲就 那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谁他也不知道我是谁 那就可以畅所欲言 他认为能向陌生人诉说烦恼是一次特别的体验 记者云辈的采访报导